原标题,韩国公布高级公职人员财产变动事项,逾期成官员私人财产增值图片来源。 韩联社环球网报道,实习记者苏湘玉,韩联社3月28日报道称,据韩国政府公职者伦理委员会当日发布的统计资料,截至2018年底,逾期成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的私人财产同比增值。 韩国政府公职者伦理委员会28日公布公职人员2019定期财产变动事项,对1873名高级公职人员,韩文人及家人名义,的财产申报情况进行了公示。 数据显示,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的人均财产为12亿韩元,约合人民币710万元,将2017年增加5900万韩元左右。 此外,72%格高级公职人员的私人财产同比增值。 据韩国政府公职者伦理委员会方面介绍,财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是,不动产公市价格上涨32.2%,以及因公司储蓄或继承等因素导致的净资产增加67.8%,据报道,韩国总统文在因此次申报的总资产,约为20.16亿韩元, 同比增加约1.36亿韩元。 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,共申报资产20.20亿韩元,同比增加约2.88亿韩元。 从房产持有情况来看,不少韩国总统说清瓦台参谋和国务委员拥有两套级以上的住宅。 清瓦台财政计划官小忠归,此次一本人及配偶名义,申报了首尔的两套公寓,韩国外长康京和一本人及配偶的名义申报了位于首尔的一套公寓,即一套单独住宅。 此外,报道称,韩国政府公职者伦理委员会,28日公开的定期财产变动事项申报明细,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。 一句明细,文在寅此次申报了其出版的九本书的著作权,康京和以配偶的名义,申报了风帆游艇和水上摩托艇。 同时,黄金和宝石类饰品的公职人员也不在少数,韩国政府公职者伦理委员会,此次公开的公职人员,包括行政部所属官员,国立大学校长,各级地方自治团体厂,以及市集合道级教育兼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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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